把这个资料正规化 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在做分析之前 这个资料一定要是 一定要长这样子 如果你长刚刚那样子的话 比如说有跨栏之中 你未给苏纽分析 他就不接受 或者是只有编号 你就不知道名称 你总不可能说 让人家自己去查 编号叫什么名称吧 这样不合理 所以一定要先把资料 先处理完毕 那处理的方式 当然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插入函数这边 那这个指的就是 你要查什么东西 所以LugarValue 以后你就要看到它 就是查这个前面编号 不要查错位置 刚刚同样查到下面一个 那第二个是去哪边查 去这边查 那查的是第几栏 当然未来 如果你这个表格 有不止两个栏位 你可能有第三第四第五 你一样可以查到后面的栏位 那RangeLugarValue 这个意思说 你要查的编号 是不是完全一样 如果说呢 你今天出现一个 不一样的话 比如说像我们举个例子 像这个地方 假如说那个编号里面 应该是0123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这边突然来一个什么 突然来个4 T004 按个Enter会怎么样 它会出现这个 紧 紧的话如果在EU里面 就是错误讯息 N的话呢 是那个简称叫NOT A的话呢 是AVAILIBLE 就是一直就是发生错误了 原因是什么呢 是找不到 NOT AVAILIBLE 意思说这个东西 我在这个表里面找不到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避免这个错误的话 有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刚刚的这个 RangeLugarValue 如果你把它改成E的话 E 特别注意 里面呢 没有T004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会帮你把T003 里面的资料带过来 按确定看一下 有没有 它不会错 但是它会帮你找什么 没有T004啊 所以它会帮你找一个最接近的 然后可以特别注意 但是你说找接近的 但是这样可能会有个问题 明明我就是要找T004 你没有就跟我讲 没有 你给我来一个 可能不是正确的资料 所以呢 如果你用E的话 恐怕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 这个使用的时间点 可能还是要去 如果你是要找接近 是OK 所以这边的话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查询的 每次都要这样选 每次都要再把它按F4 前面加钱的符号的话 那其实有点麻烦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再给范围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呢 我以后干脆 把这个范围 给它取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 这个范围名称 也许叫产品好了 所以我把这个产品 两个字先复制一下 然后呢 再选取下面这个范围 之后的话呢 我给它一个名称 那我怎么给一个名称呢 请特别注意 这个名称 叫做产品好了 所以我把这个名称 打在哪里 打在这里 这边就要 这边 我们Excel的 这个 左上角 这个方块 它叫名称 的方块 那我可以怎么样 选取之后的话 选取这个范围 然后我名称叫什么 叫那个 产品的话 那我就把那个产品 换一下 产品的话呢 把它改成什么 叫 这边把它输入 产品两个字 记得Enter它 以后的话呢 这个范围 就叫产品 那我们以后 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 刚刚这个公式里面 这个范围叫产品 那我以后呢 就直接 在刚刚的公式里面 本来这边 是要用选的 那我可以把它 delete掉 按F3 F3意思说 帮我调出 你这个里面 所有的名称出来 那其中的话 会有一个叫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 刚好就是什么 刚好就是这个范围 OK 用这个名称 代替这个范围 那我们这边 按确定之后的话 以后它就出现一个名称就好了 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你也不用管说 你要不要锁啦 加个钱的话 不用 用那个什么 用名称的话 它就固定那个范围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也OK 那另外一个好处 你可以发现 这个公式也会比较简洁 反正就是一个产品 然后就对应到这个范围 其他一样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这个叫区域好了 你也可以把这个区域两个字 复制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在它的左上角 这边有个名称方块 把它输入上去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 这个范围 给它一个名称叫区 贴上按Enter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就叫做区域了 那一样我们可以把这边改一下 改成什么 这边不要了 把它delete掉 按F3 关键在这里 名称要掉出来打F3 然后区域点两下就可以 当然未来 如果假如说你忘了按F3 那没关系 你打区域这两个字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说 如果按F3 那个可以比较偷懒 你也不用记F3就好了 OK 它就会跳出 你要的清单 那你就直接 用点两下 它会把区域两个字 帮你打过来 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也OK 其实我比较建议 以后 你先用名称 来做 会可以让你的公式 变得比较简洁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公式突然间 感觉少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你可能需要 先把那个 刚刚那个两个范围 先把它定义成名称 待会请各位试一下 选这个范围 输入产品 Enter 这个范围 叫名称 叫名称方块 输入 再把我们的公式 这个地方 就不需要用选的 而是直接按F3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